孟悟空有图输 就是真的害怕打反智 对 这迅捷 今天 昨天都有出现过 对 还有就是孙悟空 眼光王城 彼此针对这个孙悟空 针对很凶啊 对 但是你看 这两张图一般的话 可能就要纠结了 这个手图海逼 你到底上不上孙悟空 手图的话还得是裁决 然后还有你说封这个班图 真的很有意思 在第二轮我们更说 可能要打同车图 打的比较多 对吧 第一轮它搬掉两张同车图 第二轮 把班围全换了 对吧 然后把苏格兰场和车间 反而露出来了 那穆乱斯在落后的时候 都毫无疑问 这个肯定就是上上选择呀 对啊 可能封并不再怕吧 来了 两辆裁决者 尽可能地把握住 每一个机会吧 是的 如果说真的战术 没有优于对面的话 那只能通过技术来迷补 嗯 买逼 双方都上到了裁决 同位车 第一个弯道 风想要卡内线 但是被木帅挡了一下 挡完以后就很伤 这张图 solo局当中弹射确实在第一个弯道 没有那么的吃枪 是 木帅采取了一个极限延续的跑法 这样的话 对于后面的机器压就会小一点 你看风 这边的话就只能担这些跑法 不过直接把木帅顶开 这一顶 顶开之后自己上墙 哎 又让木帅把他给撞回了路线之内 感谢兄弟送来的助攻 哎 这一个又落地下来 两次全是出现同样的失误啊 但这次木帅采取可不能再顶你了 这一次不再助攻的了 只能放一次 风今天领跑失误还是有点多 0.8的差距在这张图当中 这可不是第一圈的卡位了 这边选择点飘过来 弹气延续接接弹射 但后面难点还是有点多的 这个难点看木帅采取有没有失误 其次的话就是通过戏来弥补 但是风自己失误了呀 感觉这局比赛都没了 哇 这张图这种稳定性选择手图 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 而木帅采这一把 就单靠一个稳字 拿下了这一分 没有压力 1分22秒60 拿到了分场比赛的胜利 同样风继续来选择赛道 1比0 可惜 太可惜 后锥很猛 卡位很凶 是啊 细节点 把握得很好 但是这张图的难点 它是真规逼不了 自己在那里上墙了 两次 第一次还好有有缘人相助 但是第二次只能靠自己了 组织下来 就觉得我我但凡再稳一点点 我但凡少哪一个食物 可能真的就随便追 而且锋现在千万别再打机甲 那秋之物与那一招不行 不太合适啊 对真不合适 千万别打机甲 就打同车图 现在要打的连赛车 天行 对吧 还能打一打 其他的车相对来说 你要再打的话 没得打了呀 没什么好打的 但是天行的图 基本孙悟空也都能跑 而且场上没有办了这么多 对 所以 如果说真的选出来了天行的赛道 还有两名选手的运车思路了 反正我是觉得孙悟空如果吃掉天行的话 真的还挺赚的 因为现在星黄也打完了 迅捷就不用考虑 从这一个点 他已经快速在调整 车速太快了 所以给自己太早出弯 然后当时惯性也没惯起来 双方都没上孙悟空 这样的用车 而且这样的选图 这张图摸乱色最快成一分二十七 但是风自己还没有打过 在亚洲维的舞台上 所以看一下这一张图 对于两位选手来说 谁的熟练度更高吧 看一下慕乱色这边的视角 慕乱色在起步阶段 先找一下自己的这个手感 开弹器 连续的卡器 等待比赛中开始 但是这张图选出来以后 真的蛮让我们惊讶的 我们说这个选图 还是要慎重一点 你可以选天形的图 但是你真的要小心 对方直接上送空 现在选天形的图 还有什么图可以打呢 再来一手反十一 反十一真不行 因为反十一这张图 其实他使用天形 反而增加了这张图的操作 难度 我只能说不是每一位选手 都是沈 而沈的话 他是线上不只是路人王 他是国服哥 国服的话 可能对于一些顶尖的操作技巧 他是顺侧起手的进阶 相当于侧身进阶 进出来那个小盆 再衔接快速顺滑C打拳 这个操作难度很大 不是每一位选手 都能够做得到 确实 而且现在天形者 你看刚才就已经扳掉了两张 花楼下海 梦回鼓鼠 对 这又选出来个疾风机场 我在阎光王城 跟孙悟风关系也很大 而且风自己搬掉了工地 但是工地这张图 我觉得搬得也完全合理 不然 不然 新脏图 对 新脏图 新脏局 Moon Rest 可能算力就要更高了 机场 同车图 也确实没有什么办法 但是考虑一下 风搬掉的这两张图 确实相较于第一轮来说 也给了自己一些空间 是 车间改版版 苏格兰场自己追分 也许还用得到呢 一个一番而棋 一个没跑过 没有机会选吧 起步 起步风 三次起步很快 这一个弹射 虽然路线比较靠左 那这样的话 损失在出弯上面的速度 Moon Rest 路线歪了 但是这边的弹射 侧身也就回来了 对 连续卡器 前种出发 再次击满 层盆 但是速度上 看一下 接下来的弯道 谁的任何小心 能够顺眼出发 Moon Rest 出发 而且这个路线 可以 不过落地 弯有点歪 对 落地以后的这个路线 还是被风 拉开了一点的距离 找路线 两个人在第一圈 依然是保持了 0.4的差距 这边弹射都出了 风现在也在提升 自己的稳定性 要注意这里的弹射了 哎呦 Moon Rest这边搓飘 风在前面路线 没有任何问题 0.9 淡气节奏也都很好 那现在 完全掌握在风 自己手里的这一分 2.1秒了 风可以完全求稳 前面这个路段 靠左一点 不要太靠右 可以 撞一下都没有关系 只要不细强就行 最后连续的开启淡气 我们可以 恭喜风 看下最后返回一分 可以放慢截斗就行 恭喜风 双方1比1战平 这种疾风机场 打了一手同车 挺了过来 Moon Rest来做选择 场上的同车图 刚才我们有说到过的 这熔练车间 刚才绊掉了 在本局是可以选的 是 苏格兰场真的不挤 但熔练车间要防一手 防风车间 上一手 机甲 或者尝试一下 打个阿尔法总部 阿尔法 还行 但Moon Rest真的 有信心的话 上一个自己的一些 机甲图 把比分 先叠上去 反正自己有主动权 被反打就被反打 1比1分22秒3 以非了解 虽然说 这是风第一次 在亚洲杯 这届亚洲杯 跑的疾风机场 但是能不看出来 细节还是拉满 是的 而且这张图 也很吃稳定性和路线 风都没有问题 要不两位考虑一下 抓紧时间先把机甲撒掉 不然的话 后面的选途太受限了 尤其是风 因为它是被动的那一方 嗯 张布瑞斯 哦呦 这里还断空断起来了 这根本就不是天行者的跑法 知道自己追不上了 想帅一点 来了 熔练车间 熔练车间这张图 真是风的王图 它在实战当中 这张图基本上就 没有怎么杀出去过 对 但是solo倒还好 不过这个成绩 还是木乌斯这边 要更快一些 这张图风起步 非常的不顺 风被卡了喷 你看这边 这连喷也断了 对 想要拉一个 如果人来跑都没跑出来 嗯 这个起步真的不顺呀 这张图 节奏不好 而起步落后 0.7 再追 看风的后追 弹射 没没弹出来 但是但前锯可以沿上 但一个弹射拉开了0.3 哇 这里蹭了一下跳台 然后但前锯还没沿上 进一步拉开 现在已经近乎于两秒的差距了 而且木乌斯在前面非常的稳 41秒3 这个单圈 风真的怎么都追不上了 是的 这张图虽然说也有一些大的失误点 但是木乌斯只要控好车就没问题 对 也就是 这张图虽然说 它是放慢节奏去放的 主打的又是一个要路线 对 要稳 这次弹射两圈的弹射完成度都很高 耳风后面又出现了残射15 2.3 这边断掉氮气节奏非常好 但是只有一个CW单喷 断掉氮气再重新开 WCWW叠得非常细节 而且断攻下来以后 氮气可以积满 只有一个点飘 完整时间一分21秒65 可以恭喜MuRest 守住了自己的优势 比分2比1 这个刚才说的有意思的一点 你第二局同车图非常重要 然后风反而把表达同车图给放出来 那MuRest这个选择 这张图是车间 苏格兰因为它的难度 所以往后放一放 但是我觉得若是真的 能够打到心脏局的话 MuRest还是必拿苏格兰 苏格兰场如果说要选择的话 还是要谨慎一点吧 谨慎 对于两位选手来说 都不是一个特别高完成度的图 所以说要到后期 后期选出来以后 你就会更加的相信自己 咱也不知道这种什么样的心态 但确实就是这样的 2比 风再选择 现在MuRest这个选车的思路跟风 还真的挺像的 就是你选A车图呢 我就陪你打A车 也没有直接想要去强达分给风施压 对 因为主要是在这样的图上面 MuRest是有优势的嘛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像星天鹅宝这样的图 真的可以打一打 对吧 反正MuRest也不拿技甲 也许两个人真的已经达成共识 星天鹅宝很难拿技甲吧 对吧 如果说你要是3比1 4比1 那技甲肯定要上 是 或者上一上天空之城 对吧 哈迪斯也打一打 反正同车嘛 现在基本上是除了秋州雨 没什么赛车差异的 星梦 那些青阳美洲 就是秋州雨和净华东梦 做了一手赛车的互换 还是相当于同车 只不过是同分了 1分21秒6 第一拳在很快的情况下 风就不好追了 然后第二拳 风自己也主动输 去让从风的起步 侧身没喷 然后拉三喷 三喷没拉出来 侧身以后再弹一次 这一波调整 这实战当中的话 就是稳似起步 想以最稳的方式冲出去 但怎么也冲不出去 长城 上大路了 因为工地搬了 他加快 下个地步 在想以这 不度 下巴 对 他 准备了 准备了 他 自己 是 反正 工地把 重心 水飘的路线也不是很好 甩断回来以后没喷 手里面一个氮气没有 风直接顶先两秒 这一波起步的交锋 风占尽了上风 2.2秒的差距 而且木雷斯的氮气节奏很乱啊 是 这张图想找节奏 哇 风这个弯道调整过来了 不然的话这个真的要上墙了 嗯 而且颜军最后也好飞一点 我相信相较于智慧女神来说 以颜军的这个手感 练的也更多一些 对 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完成飞跃 第二飞就不用拖一下了 而且木雷斯已经4秒多了 风这个跳跃没有任何压力 紧接过来 小飘二段飞起 直接球稳撞牌子 可以 最后走上边 我们可以恭喜风 比分来到2比2 选主圈再次交给了木雷斯 哎呀 这最后卡了一下 2比2 这个风真的好险呀 他也知道起步千万不能让木雷斯杀出去 嗯 所以他起步直接硬顶 确实也顶到了木雷斯 但是自己路线也调整不过来 调整过来以后 还是能够挡在木雷斯前面 所以能够再挡一下木雷斯 下一局木雷斯要不要上苏格兰 苏格兰场的话 要么就再打一手桌落机公园嘛 还有智慧女神呢 嗯 在风选图的时候 木雷斯不会强起机甲 但是你确定在木雷斯 选出一张能用机甲的图 风不会强起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 对吧 你知道但凡选一张的话 我再打一个同车 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能太堵了 就自己可以拿图加上机甲 就像那张邱之物雨一样 但是千万不能说 自己选择了一张图以后 自己不拿机甲 给到对手破发的机会 让对手一旦破发以后 哪怕说自己能够通过这张机甲 才追悔分数 但是选择的主动拳 就落到了风的手里 是 所以木雷斯不会冒这个险 看下一局木雷斯怎么选 两个选择 一同车 同车的话最好选择速度篮场 第二个就是选自己的强途 然后直接用机甲 总而言之一个目的 就是把自己的这手选择拳 要牢牢地握在手里 起步对抗 风先顶 点完以后自己被反顶 反顶回来上架 对 但是这个小飘路线 是找好了以后才起飘的 选到苏格兰场 这张图最佳成绩 风还要快一秒有余 看这张图 木雷斯的稳定性要更高一些 主要还是看你两个人 开局起步有没有交错吧 虽然说木雷斯未完成过 但那个真的只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交通过来 风点先 木雷斯有对抗的主动权 但是这边的弹射路线更好 不过风没弹出来 还影响到了木雷斯 现在哎哟 这个飘倒了 收弯收得很快 哎哟 这边快出 暗晚了 他想要用做一个甩尾进阶 但是没进出来 那这个节奏的话也还好 而且神手触发能够帮助他提升 这一段的击土最高速度 点瞄一下补气 这边路线更好 一个一次又过后 风一直是贴着内弯来走的 是 这边弹成没出 那风可能要实现破发了呀 借着这一局 木雷斯在后追的过程当中 显得有一点乏力 因为风在前面真的非常的稳 而且距离还在不断地拉大 这张图展现了风强大的计时能力 木雷斯这边 进入冬天 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路段 是 这里的室内要注意 没有对抗的情况下 是很难出现失误的 对 风没有给任何机会 这边神宠在触发 在这个路段 整体的速度 节奏更好地去把控 还是0.5的差距 拉近了0.1 最后的三甩要注意了 这边出弯有一点小的拖踏 但影响真的不大 还在追啊 0.3 有机会啊 对于木雷斯来说 神宠又触发 风这个点很舒适 要连续甩 哎 撞内线 没错 还被跑位上墙 走到了外侧 但是木雷斯自己挡高的进道之外 风还是实现了光发 恭喜风 比分来到3比2 木雷斯那是什么魔鬼细节 0.3的情况下 能够通过一个甩尾 直接碰到了风 固然风有点放慢节奏 但是一波神来之笔的 对抗以后 自己却没有调整过来 这个进道没进去 木雷斯继续来做选择 我感觉对于木雷斯来说 现在就要以难途为主啊 入手一下 急速空港 急速空港 还是难度有点大 但是现在木雷斯不得不选这种图了 因为他现在这个被动了 机速空港 机速空港 可以上 评一下心态了 这组续来到了风这边 3比2 看这什么细节啊 哦弹的 那弹的话进不去其实也正常 主要是第三个弯道 他很难再去进去了 是 本身就被风影响到了路线 而且放慢了自己的弹射角度 而且点了刹车想要进弯 是 第一下没进去 后面你又要损失氮气 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没办法 西部矿山 这也行 这辆组还是风要更快一些 哦 风这边起步被挡了一下 但木雷斯这边受伤很严重 起步落后0.4 这室内 风的领先优势很大啊 0.8 哦 这个 这又又上墙 这个收益 很小了 现在0.6 后追的可能性 看一下风在前面 这一个点要不要蹭分 没蹭分还是稍微求稳一些 虽然蹭到了 但是他没有叠WCWW 这边测试 这边很贴弯啊 但是0.5 木雷斯还在继续追 但是已经死来到赛程后半段了 这个弹射不弹歪的话 就很难再反超 哎 上墙 拍了以后 只有单喷 下一个弯道 木雷斯入来速度更快 但是风这边节奏更好掌控 还是1.3 木雷斯应该也出现了自己的问题 最后风快出 衔接 没弹计啊 还是够用 恭喜风 2.4比2 4比2 局点来了 最后木雷斯这个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风在这么多事故的情况下 又少气 木雷斯还是没上来 4比2 风的局点 这个分数 对于风来说 一点点的拿捏住了 而且现在就可以考虑着直接强拿机甲 所以现在对于木雷斯来说 地图选择也越来越少 也就唯有空港了 空港必拿了 想打也得打 不想打也得打 因为现在风不会 陪木雷斯去玩那些同车土 任何赛道 只要有用机甲的机会 风肯定直接拿 大不了自己反打一手同车土 但是对于他来说 机会更多 这风真是逆风的风 不逆风不会玩 这样的一个比分 随时风都可以终结比赛 对的 所以地图的选择也固然重要 在困难赛道上面 也就仅剩下的一个空港 可以打同车了 每周在第一轮已经打完了 老街又被绊掉的情况下 怎么看都是风一面大一些 嗯 只要木雷斯哦 自己也上墙 手里面也没气 两个人挺有意思啊 对一样的节奏 空港 这张图 意外性很大 是的 风若是把握机会 也是能够一波带走 他起步 都走走侧 我内线直接挤 是直接滑过来的 速度很快 风现在已经气势起来了 但这里是只有一个甩断单喷吧 对 速度是有问题的 甩断单喷甚至于没喷 这边没弹出来 哦 很极限的路线 点刹车调整 这边暴力上强 1.4的差距又要补气 那这段路确实很难再跟浪 只要看前面 木雷斯会不会出现失误 空港这张图 风是真不稳啊 在这级亚洲北 也打了不少次了 现在最佳团队 还是1分32 但木雷斯这张图 风机稳定性 是还可以的 撞往后 调整好方向 一个地图标过来 撞了一下内墙 有点小伤 但是速度还是跌起来了 看前面这边 进入室内 路线稍微打滑一点 撞到了外墙 但能够弹回来 还是正的 小飘CWW 后面还是2.0 没有任何反超的余地了呀 是 稳着来跑的木雷斯 不会给到对手 任何的机会 最后可以 点一下还好 可以恭喜木雷斯 完成时间1分28秒68 这个速度有点慢啊 有点险的其实 不过还是能够达到这1分比分来到3比4 还有什么同车图 打同车图 就必同车的那种 好像还真没有什么必须要打的同车图了 都是可以墙上机甲的 所有图都可以墙上机甲了 哇 这个选图 真的没有什么图可以打了 死路了 不是说死路一条的死路 而是说死胡同 真的没有什么 能够不使用机甲的同车图了 现在不管怎么样都有两辆机甲 所以在场上面 风可以任意的选择跟车 对吧 或者不打 我觉得什么图 风应该都是不打 都会让 真硬选的话 这一张图里边 要不还是侏洛记 打送后吗 侏洛记用智慧女神 我觉得风也不会上孙悟空的 而且用孙悟空也不包赢 侏洛记应该最好的选择了 真的 其他的图 主要在这一轮当中的这个班图很有设计 就侏洛记了 就侏洛记它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 就是穆瑞斯选出来 然后穆瑞斯自己用 呃 智慧女神 但不管 风这边起不起机甲 穆瑞斯哪怕说用智慧女神也有机会去跟机甲 在红图起码能博一博 对对对 我觉得 因为从思路上来讲 就是穆瑞斯 只能选择自己 严育身之躯 然后去对抗到风的任何选择 对 若是同车 那不然好 若不是同车的话 自己有一丝 获胜的希望 而不是说自己 就会完全地陷入被动 是的 而风大概率 是要留一辆机甲的 看下吧 怎么选 这个博弈太难了 哇 这个班图班的啊 有意思 打到现在已经没有车可以打了 哎 其实还有一张图呀 十一城这轮没班 十一城你要拿什么车呢 黄牙呀 拿黄牙 那 那 风直接选了呀 风直接上机甲了呀 原机 我知道 但是这张图也是跟侏罗机一样 就是你A车 如果是不失误 能够做到自己稳定的话 是有机会战胜机甲的 是 不过 肯定是没有侏罗机那么稳 虽然都不稳啊 但是肯定还是有一个机会 是的 星天而跑 风直接选出了原机 呃 这张图首先也是跟侏罗机 差不多 而风呢 这边是选择到使用原机之心 蓝牛打原机 哎呀 这个 从赛车角度出发 风这局是 稳赢啊 对吧 但是从稳定性来说 就看风能不能够做到了 对 呃 二八开吧 哎 起步Murice直接上墙 但风这边虽然也受到了机器的影响 啊 弹射上墙 好 Burice就已经丢弹器的情况下 这里又送了一个 这风这边心态肯定也是有波动的 看这个衣服 别bill下去啊 原地卡切 哎 没下来吗 下来了下来了 还好 太靠墙了 是的 风没带出来 0.1的差距 但是原机之轻的速度在这里放着 但是风没有极限 呃有极限 但是没有稳定 看后面的二眼断钢飘风 能不能把控住这个速度 呃 这路线不错 他真的能把控住 这速度 300多的速度 也不弹了 就稳着来跑 车速330 绝对能超你的 呃 但是飘的太肥了 而且Murice前面上墙 风给到了机会 这边自己又飘肥 上啊 上对抗啊 这波风有点太求稳了 一个ECU过后 两个人差距0.3 这里 我感觉这个先挺后盘的呀 这边还要求稳吗 风 求稳跑法 那后面只能依靠自己的这个长直线了 这个长直线要上对抗了 这就看谁能对抗过谁 就这一个连弯 在前 这边完美路线 而光出现了失误 蓝牛真的赢了 原级 恭喜Murice4比4 双方占平 这就是 这这就是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原级吗 这就是星天有宝吗 这就是三连弹射吗 三连弯道吗 我想说的是 这就是 这就是在使用到强车的情况下 一些选手会出现的问题 就是他会有点纠结自己 在这个时候到底该谈 该去极限还是稳定啊 很难找到那个极限与稳定的这个平衡点 同样的 其实 这个对于 我觉得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来说 应该是 就是 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希望 什么希望 就是自己在排位赛当中 倘若你遇上的是A车 对 你遇上原级的时候 请神 M神 但是 我们之前看到过很多选手在拿出机甲 控制不了以后出现失误的情况 但是真没看见过你拿完机甲以后 你嘎嘎飘肥的情况 就是 这不是稳着来跑 我觉得对于峰来说 他就想要以最稳的方式 然后凭借着自身的赛车速度优势 你这一局真的最好的机会啊 但我觉得对于峰来说 他还有机会 他能够选择出自己一张擅长的孙悟空的图 霍比特了呀 没别的了 霍比特 这个时候 来点绝活 绝活 然后结果 莫瑞斯摩旋擦掌 我绝活 哎呀 这个真的有点 戏剧性了 这个 这个再肥一点的话 车尾都蹭到后抢 科隆 这也太考验心态了吧 这这么简单的一张赛道吗 拼纯素了 不过 也是 少了一手援击的情况下 是你选拖的路子 你也就只能打这一手同车图了 好 来看一下起步 摩瑞斯 摩瑞斯起步 射身第二侧没喷 封起步 摔圆杀的出来 这一次是同车 哎 摩瑞斯又上墙 稳了上一把 这一把心态感觉 有一点点的波动啊 但这边的这个出弯 风有点肥啊 落地下来 淡气节奏也正常 这边飘腾空了 那惯性的速度要更快一些 流喷 比喻 二连卡器 这二连卡器神宠没触发 你敢信 这边都没跳起来 后面才是 哎呦 这脱条 丢了翻管子器 把弹机补满 开架风 风在前面 应该也有一些瑕疵 哎 这一 还好已经弹车上来了 是的 一时拉满的飘的 还是有一点肥 已经拉进到0.3了 但是这一个弯道 0.3.4下一个弯道 看风点不点刹车 硬弹弹出来了 0.4的差距 神丑出发 这个是神来距离 最后就看这个ECU风 能不能够稳住 bill了以后上墙 快时间的板超 最后的场子战 我们可以恭喜Moraz 以大比分2比0 直接收割比赛 挺进本届亚洲杯8强 最后的一段路 Moraz展现了老将之风范 什么叫做曾经的境外赛区的王 先以A车之躯战胜机甲 后以铜车之土 最后在后追的阶段 直接拿下比赛 我眼看着那个长支线 0.3 0.2 0.1 他怎么做到的 他肯定是前面那关出了弹射 因为弹射的话 你弹气结束的点 他支持的更远 然后同样的也是触发了瑞德响离 只有这一种情况 才能够迅速的拉近 因为当时我们看到风的视角 他是没有什么失误的 是的 而且风也是极限的再去弹射 弹射也出来了的情况下 最后顺利的完成了冲线 对于MURACE来说 这场比赛尤为的关键 后分段当中的反超 在ECU的对抗点上面 风还是贴出了左墙 对于风真的 他在这场比赛当中 我相信 因为过去比赛的一些不稳定 而导致的整个的比赛局是非常的坎坷 他产生了自我怀疑 但同样的 既然你选择了极限这条路 就要坚持下去 你可以在比赛中不断的调试节奏 但是千万不要怀疑自己 同样 这也是通向强者的必经之路 再次恭喜MURACE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是的 熟悉的M神再次回来了 在这场星天遥格宝的对决当中 确实能够看得出来 风想要凭借着这辆原机拿下比赛 晋级 这个名额 境外赛区最后一个名额 由MURACE拿到 而且他在这一家路边当中 心态确实非常的好 这样的心态 也许也能够尝试去突破曾经的屏障 是的 约加油 同时对于风来说 在这期亚洲杯当中 我们见识了他的成长 在他的自媒体发布的视频当中 我们见证了他的努力 再见风 同时周大福要收回 属于风的荣耀之证 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一届 风的进步真的非常大 回顾以往 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他可能稳定性不是那么高 但是现在越跑越好的情况下 真的就是能够突破自己的极限 属于风的安逸合学 周大福荣耀之证被收回 而在后面一场比赛 我们将晋级最后一个名额 也将淘汰一位选手 是的 来自风仔 对 这样的话 正在 风仔和阿生 对 其实生和沈还挺像的 升级相当于是沈哥 1分11秒19 再次恭喜穆瑞斯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而我相信如果真的会进入到最后一局 那胜复真的就不好说了 是啊 而且后半战当中的一些地图设计 两位选手在第一轮第二轮打的也都会被释放出来 是 在这几两周背当中 风还没有解决他的问题 没有给我们展现出来 他绝对的实力的情况下 倒在了这个阶段 怎么说呢 会有遗憾 但是没办法 因为 你想要快 对应的就是一个高输率的 一个比赛情况 是的 但是 只要求稳的话 有的时候越稳 可能越稳 这个就是 你相当于是南辕北辙了呀 你本来就自己在练图过程当中 你就是一个球派的选手 而你在刚刚比赛当中 你突然间转化为自己最不熟悉的一条路 就会很难 所以在比赛当中 我觉得 输赢不是自己 对自己肯定的唯一标准 千万不要怀疑自己 在任何情况之下 是的 最后Murice 连拿三分 再次恭喜 Murice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台方行